烏克蘭哈爾科夫大反攻 中共司令突訪俄密談 印度入局抗俄 小金乃迪將發表全國演講 挺穿緩繞職 歐盟號召成員國全力挺台 台積電首次落戶德國 民主黨大會 旭爾茲獲得提名 知名度卻軟辣 大陸多地公安跨省搶錢 美國報告說 中共政權瓦界中 …… 各位YouTube 和《乾淨世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香港時間8月23日 歡迎收看北美快報 我是魏嶺 接下來的是詳細的新聞內容 8月22日 烏軍開始在哈爾科夫地區 發起 fra公 與此同時 我的媒體透露 中共陸軍司令 到莫斯科正在談軍事合作 而昨天 烏軍對莫斯科發動大規模無人擊凶襲 這時 中共總理李強正在對俄羅斯進行訪問 見證了這一切 有分析指 這是烏克蘭給中共的一個下馬威 讓邪惡俗心角顏面掃地 扎蓮斯基在22日宣布 他訪問了與庫爾斯克地區接揚的烏克蘭素梅地區 他說 烏克蘭在庫爾斯克地區又奪了一個地方 總數達到94個 並抓獲了新的俄羅斯俘虜 他還承認 烏克蘭是在使用美國的海馬斯火箭系統 摧毀了俄羅斯橋梁 而今日第三類突擊女 已經在哈爾科夫州展開繁工 前線突破了2公里 不僅如此 今日俄羅斯高加索港遭到烏軍導彈的襲擊 發生大規模火災 據報導 一手載有大量鐵路油貫車的鐵路導輪 被烏軍以海王星導彈擊中 就在烏軍在俄國境內進攻勢頭正猛 俄國壓力倍增的同時 中共高層密集訪我 中共總理李強在21日和普京會談時說 將心法合作 再一次引發對歐洲戰勢升級的擔心 而今日 俄國媒體更透露 中共陸軍司令到了莫斯科 談軍事合作 更加重了中共暗助俄羅斯的嫌疑 在今日 俄國衛星通訊社報導說 俄國國防副部長福明 在莫斯科和中共陸軍司令員李喬明會面 雙方討論了目前的兩國共同關心的軍事合作議題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報導中 使用了值得注意來形容雙方討論軍事合作的議題 卻沒有提到雙方談的具體內容 而塔斯社報導說 這次回覆的重點是加強雙邊軍事合作 並強調俄中軍事關係在全球軍事動態不斷變化中的戰落重要性 在烏克蘭反攻速度猛襲之際 中共陸軍司令突然訪問俄國談軍事合作 時機非常敏感 外界認為中俄的關係錯綜複雜 既有合作又有競爭 目前雙方不斷加深合作 大友普團取暖 相互支持之勢 值得關注的是 昨天 李強對俄羅斯展開正式訪問期間 莫斯科遭遇到戰爭開始以來 烏克蘭發動的最大波無人機空襲 事證評論員文超在節目中分析說 李強的飛機在8月20日抵達莫斯科 而這波空襲就在8月20日晚上開始 李強屁股都未採熱 烏軍無人飛機空襲莫斯科就來了 俄軍說 擊落了烏軍至少11架無人機 但是莫斯科市的市長在電報群中 漏了一個重要的底 就是在莫斯科州的波多利克市上空擊落了無人機 而這個地方 距離克里姆林宮只有38公里 文超說 作為航空器來說 無人機的速度是比較慢的 但是再慢 38公里也是很短的距離 這就說明 俄羅斯的防空力量確實是相當稀疏的 而現在還沒有消息說 李強已經離開了莫斯科 也就是說李強是親眼見證了這波空襲 文超認為 烏克蘭專門挑這個時候對莫斯科發動空襲 用意是非常明確的 就是給李強一個喊馬威 讓中共看一看 你們的好大老普京 都已經落魄到這種程度了 連莫斯科的天空都保衛不了 我想來炸就來炸 那你還要不要跟他做一條褲呢 你要好好考慮考慮 文超說 這樣有著強烈的心理戰意味 打擊中俄聯盟的信心 夜照對普京傷害性不大 但是侮辱性極強的這種性質 顯然 烏克蘭是在以色列身上學到了榜樣 就是挑你重要活動舉行的時候 對你的心臟地帶發動打擊 讓俗心國集團顏面掃地 在22日 印度總理莫迪訪問波蘭的時候表示 沒有衝突能在戰場上得到解決 他表示 印度願意和友好國家協商 為結束烏克蘭的衝突提供幫助 另外波蘭和印度宣布 他們正在形成全面的戰略夥伴關係 而莫迪將在23日訪問烏克蘭 預計會和薩蓮斯基 就和平解決烏克蘭衝突 分享彼此的看法 而這是30年來 印度總理首次訪問烏克蘭 也就是45年來首次訪問波蘭 值得注意的是 波蘭是烏克蘭堅定盟友 也是外國領導人 前往戰爭中的烏克蘭的關鍵通道 而波蘭和印度結盟信號強烈 外界觀察 中共如果軍事支持俄羅斯 印度是否會進入牽制 今日 芬蘭媒體報導 北約和芬蘭將在未來幾個星期內宣布 將在芬蘭堡處一個北約裝甲女 瑞典和挪威軍隊也將會介入 2024年獨立總統候選人小羅拔金乃迪宣布 他將會在8月23日 在亞利桑拿州鳳凰城 向全國發表演講 昨日小金乃迪的競選搭檔山納漢 已經向外界透露 他們打算退選 主要支持川普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一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在日說 小金乃迪想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達成協議 以他退選並支持川普 來換取川普當選之後的新政府職位 而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外展部主任夏佩指出 小金乃迪還希望川普允許他個人的政治運動 以某種方式延續下去 例如繼續在巴奧地州參選一些職位 而川普這個星期告訴CNN 如果小金乃迪退出大選並支持他重返白宮 他對讓他在新政府扮演一些角色 絕對採取開放的態度 巧合的是 明天小金乃迪將會在鳳凰城發表全國講話 而川普也在距離鳳凰城的 大約20分鐘車程的 格倫代爾舉行阿里桑拿州的競選集會 這樣小金乃迪退選 對美國大選有什麼影響呢 對此美國上司學者方偉先生認為 小羅伯金乃迪 因為他的副手在媒體上 就有表達出他們以後的考量 繼續堅持選下去的話 可能導致賀錦麗贏得總統 而如果放棄的話 他們就會轉移支持川普 當然 他到現在為止一年多的功夫 就會前功進廢 所以對他們來說 選擇很艱難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 羅伯說 我星期五就要做公報了 這樣基本上 大機率事件就是 他將會放棄以獨立參選轉移支持川普 這樣 這樣對美國的選舉 影響其實是非常重大的 因為民主共和兩黨的選舉 在很多州 特別是搖擺州 幾乎完全是平手的 進退就是一到兩個百分點 這樣起碼 在北卡羅來納州 和默契根州這兩個中型州 金乃迪有兩個百分點的民眾支持率 所以這兩個百分點 如果放在川普的話 或者其中一大部分放給川普的話 都會對川普這個選情有重大的影響 所以這就是兩個基本上 勢軍力敵的一個對決之中 有一個籌碼 輕輕地轉動一下 就可以造成整個盤面的翻轉 所以他的這個決定 將對選舉起舉足輕重的作用 當然現在賀錦麗的競選團隊已經說 他們不在乎這件事情 不會有影響 但是從實際上來說 這個影響確實是非常大的 就是因為 這個叫做關鍵少數的決定 小數的獨立選民 做一個清晰的一個選擇的話 會對最後的選舉 結果造成很大的影響 當然 這個是對川普有利的事 這樣川普呢 他意識到這一點 昨天就伸出橄欖枝 邀請這個小金乃迪加盟 如果他贏到總統的話 會邀請他入國 目前川普也獲得了保守派 億萬富翁 替莫西梅隆的五千萬的捐款 梅隆向美國再次偉大委員會 一共捐了一億一千五百萬美元 也成為這個組織 在這次選舉週期中最大的捐助者 而梅隆支持也向小金乃迪 捐了兩千五百萬美元 目前 川普競選團隊大約有 一億兩千八百萬美元的首投現金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大約有九千九百萬美元 歐洲外貿四成要經過台海 如果兩岸開戰還不堪設想 8月20日 台灣半導體巨頭 台積電在德國東部城市 德雷斯頓的第一家歐洲工廠破土動工 歐盟希望將晶片的關鍵供應鏈 轉移到歐洲大陸 德國總理索爾茨 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和台積電高層一起出席了開工儀式 馮德萊恩稱讚這個是 對歐洲作為全球創新之都的認可 台積電在德雷斯頓市項目上的投資 大約是35億歐元 並將擁有70%的資本 而荷蘭晶片製造商 甄治普 和德國 英菲林 和博西各持有10%的股份 德國還撥了50億美元 公共資金來支持台積電 在德雷斯頓的工廠 並獲得了歐盟國家的答應 這家工廠將會提供大約2,000個工作崗位 並在2027年底前投產 歐洲不僅在晶片上依賴亞洲 在其它必需品的進口上 都與亞洲關係密切 法國支付學者 洛克指出 歐洲外貿的40% 需要經過台灣海峽 台灣還是歐盟的第14大貿易夥伴 2022年雙邊貨物貿易量達到776億歐元 歐盟也是台灣的最大外國投資者 如果爆發戰爭 對歐洲的衝擊將不堪設上 因此歐洲的決策者 已經開始推演緊急情況 並低調地加強與台灣合作 今年2月底 歐洲議會在通過的 歐盟共同外交企安全政策 和共同安全企防禦政策的評估報告中 就指出 台灣與中共互不敵屬 並呼籲歐盟與其成員國 與國際夥伴合作 協助維持台灣民主 令台灣免受外國干涉和威脅 並強調 只有台灣民選政府 才能在國際舞台上代表台灣人民 報告敦促歐盟與成員國 以及台灣進行更密切的合作 歡迎國會各委員會的官方代表團 接連訪問台灣 並呼籲歐盟執委會 立即啟動 與台灣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的準備程序 而歐盟用另一份報告中 就關切中共對台灣的軍事攻擊性演習 鼓勵成員國增加在台灣海峽的自由航行 並深化與台灣的安全對話 阻止中共侵汰 目前法國軍艦和德國軍艦 以及意大利船艦 已經在台海和東海露面 另外 台灣向美國購買的首批 11套海馬斯火箭炮系統 包括64枚ATM CMS 戰術導彈 最快在2024年底前就會雲底台灣 8月21日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進入到第三天 大會的主題是 為我們的自由而戰 名利蘇達州的州長 玉爾芝正式成為民主黨副總統的候選人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 前租議院議長佩洛西等議員都發表了演講 玉爾芝在接受了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後 發表了演講 向全國選民介紹自己 因為在賀錦麗挑選玉爾芝為競選搭檔之前 很多美國人都沒有聽過玉爾芝 所以她在15分鐘的旋風式演講中 快速地講述自己在 內部拉斯加州小鎮的中產階級家庭中成長的故事 包括在家庭農場工作 以及她在美國國民警衛隊服役 在明尼蘇達州高中教書 和做美式足球教練的經歷等 玉爾芝的演講更多地稱讚賀錦麗的出色表現 批評川普 不過就沒有涉及很多人關心的邊境政策 移民和經濟等話題 不過組織者表示 玉爾芝將重點放在預計生殖權 跨性別和種族平等 將成為民主黨人重點和共和黨區分的政策領域 對此 美國常識學者方偉先生認為 根據美聯社和芝加哥大學公共事務研究中心 在21日發布的最新民調顯示 玉爾芝在好感度上 領先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曼芝 文調顯示 36%的美國成年人對玉爾芝持有好感 而對曼芝的好感只有27% 不過曼芝在共和黨內的支持度正穩步上升 她的支持度從7月中旬的30% 提升到60% 不過兩位副總統候選人 在全國的知名度仍然有限 大約有40%的美國人表示對玉爾芝不太瞭解 而對曼芝不瞭解的比例也高達30% 這個意味著 他們都需要加倍努力 讓一般人瞭解他們的政綱 中國大陸經濟下滑 地方財政日一吃緊 經濟差的省份 到經濟好的一些省份 跨省搶錢 以辦安為名 濫用權力 載贓陷害 民眾和企業叫苦連天 但是投告無門 而美國調查報告顯示 中國社會火山正在鎮壇中 8月20日 大陸律師周曉溫 在微博發題為 可怕的軟洋暴露 某些地區的異地執法搞錢一聞 周曉君律師說 所謂軟洋暴露 就是各地公安 利用權力跨地區執法搞錢 甚至故意做局 引誘企業入局 只要企業或個人帳戶接收到黑錢 警察就馬上將他們的帳戶資金全部凍結 而在另一篇 《不知者事該不該說》的文章中說 他的朋友遇上了軟洋暴露 十幾年的新路 大半被毀 文章透露 一些貧困地區的財政難以為計 土地賣不動 於是想辦法去異地搞錢回來用 搞錢的對象分兩類 一類是有錢或者看起來有錢的企業 一類是有錢的個人 對企業 如果和他們所屬地區本來就有一些關聯的 辦案機關就直接上手操作 如果沒有關聯的 就造工 引誘企業入局 關聯上之後就上手操作 對於有錢的個人 這就更簡單了 將不乾淨的錢轉到你的帳戶裡 然後將你的帳戶資金全部凍結 最後錢就到了他們的口袋裡 文章說中國企業的稅本來就是夠重的了 現在企業很難 還要遭到軟洋捕撈 外界認為 在中國大陸 中共公安以辦案為名 異地搶錢早已有的了 不過 隨著經濟持續下滑 地方財政吃緊 這種現象越來越嚴重 中共搶地方的 地方就想折 怎麼去搶企業和個人 目前中國社會普遍連慢著悲觀情緒 《華爾街日報》在21日 一篇題為《中國社會火山正在鎮探》中提到 子丹谷大學 經濟學家 羅斯高和哈佛大學 社會學家 華麥庭等人 2023年向中國民間各地 數萬名受訪者進行調查 得出重要的發現 中國人對習近平主導經濟的信心正在減弱 並且受訪者認為 社會秩序中人脈太重要 以及不能提供軍等機會的不公平體制 是他們無法取得個人成就的主要原因 調查中發現 很多中國人已經意識到 不能指望共產黨帶來繁榮 他們將現在的困境 歸咎於政治體制本身 調查結果顯示 中國的社會火山 雖然尚未爆發 但表明中共領導層的政治合法性已經開始動搖 換言之 中共和中國人長期以來的社會契約 正在瓦解當中 政策人數不足 沒有加入 他們是第一次發言 除非 一切 中國人 既然